公泽李慧年轻时被称为平成第一位少女 她的长相清澈纯真 很符合亚洲人的审美 公泽李慧一出道就惊为天人 吸引了无数媒体和粉丝的注意 然而在璀璨的星光背后 公泽李慧却已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 其中争议比较大的就是她的母亲公泽光子 公泽李慧其实是慧选 她的母亲公泽光子是日本人 父亲达奇是荷兰人 她同情出道 15岁成为全日本炙手可热的少女偶像 未成年却被亲生母亲胁迫拍摄《全罗写真》 公泽李慧递荡起伏的前半生究竟有多黑暗 公泽李慧出生在日本东京 是日和混血 父母在生下公泽李慧后就离婚了 父亲从此杳无音信 母亲则把她扔在姨妈家寄养 自己在银座陪酒打工 十岁那年母亲将公泽李慧接到自己身边 公泽李慧原以为从此以后自己会过上幸福生活 没想到这成了噩梦的开始 儿童时期的公泽李慧就拥有绝世神言 母亲在女儿身上看到了价值 于是用尽自己所有资源给女儿搭上了演艺之路 以完成她自己年轻时的梦想 十一岁的公泽李慧以模特身份正式出道 她拍摄了不少广告以及封面杂志 十四岁拍摄了三景不动产广告 青春的形象深入人心 她被评为亚洲最美少女 十五岁拍摄了银幕处女作 校园喜剧 疯狂翘刻至七日大作战 凭借该片获得了第十二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新人奖 然而这份成绩单却没有得到母亲的认可 她觉得赚钱太慢了 为了获得更多资源 母亲领着公泽李慧 敲开了当时日本演艺圈大佬北野武的房门 她表示自己女儿非常仰慕导演的才华 希望能彻夜相处 北野武看着这位十几岁的小姑娘 言辞拒绝了 被拒绝后母亲并没有灰心 她把公泽李慧带到美国 找来著名的摄影大师小山寄心 为其拍摄一组全卢血针圣塔飞 公泽李慧一开始很抗拒 但在母亲强烈斥责下 无力反抗的公泽李慧还是乖乖脱下衣服 这套血针出版后 创下日本血针销售记录 母亲因此大赚一笔 但公泽李慧的形象却一落千丈 富士电视台下架了所有她的影视剧 人们都在议论 为何一个前途无限光明的娱乐界 新兴会用这种方式博取人气呢 到了公泽李慧小学四年级 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妈妈公泽光子和钢琴师钢琴家 小泽点人再婚了 然后把公泽李慧接到了身边 那时候公泽光子和丈夫晚上都要去上班 所以总是公泽李慧一个人留在家里 有一次邻居给留守在家的公泽李慧送了饭团 公泽光子就很生气 他不允许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爱女儿公泽李慧 也不允许公泽李慧接受自己以外的人情 一年以后公泽光子和小泽点人生下的一个儿子 对于弟弟的到来 公泽李慧很高兴 然而公泽光子却决定离婚了 据说离婚的原因是 公泽光子把刚出生的儿子留在公婆家里 自己和小泽点人的男性朋友出去玩了 真是荒唐的理由 14岁时公泽李慧出演了三景不动产的广告 凭借里面的角色百鸟栗子大火 后来公泽光子拍板 让十几岁的公泽李慧成为了日丽女郎 然后由小山寄信长进的全博写真集 Santa Fe发布了 据说在拍摄之前 公泽李慧并不知道要全博出镜 直到拍摄现场才被母亲说服 一夜之间公泽李慧和Santa Fe成为了热门话题 据说这本写真集卖了超过150万册 可以说是非常畅销了 公泽李慧被她的母亲完全操控 听从她的话在演艺圈出道 然后按照她的要求去做每一件事 1992年 公泽李慧宣布和湘普选手贵乃花亲方订婚 媒体称他们为世纪情侣的诞生 然而仅仅两个月后 公泽李慧就取消了订婚 很多人猜测这桩婚事破裂的原因 一直到20年后才被歌手美川县一一语道破 美川县一爆料到 当初她说公泽李慧妈妈公泽光子之托 宣说公泽李慧放弃婚事 理由是你妈妈只有你一个女儿 你结婚了你妈妈怎么办 还说公泽李慧会成了一个好演员 也就是说不适合在这个时候结婚 公泽李慧当场气不成声 后来就对外宣布取消婚事 之后公泽李慧为了避开媒体和公众远赴美国 从此公泽李慧告别了偶像生涯 不只是贵乃花亲方 公泽李慧后来的恋情和丑闻都有她妈妈的 首笔在那之后是歌舞纪演员中村看三郎 当时叫中村看九郎 其实彼时中村看三郎已经有妻有子了 据说公泽李慧 中村看三郎和公泽光子 曾经一起光顾一家六本目酒吧 可以看出这段布伦之恋 是得到公泽光子的认可的 在公泽光子看来 和中村看三郎这样的名人交往 对公泽李慧来说是一个加分享 后来媒体报道这事 李慧妈妈的手段 不久之后 公泽李慧因为这段恋情在京都轻生未遂 不过中村看三郎开记者发布会的时候 澄清了自己没有出轨公泽李慧 公泽李慧也没有因为她轻生 后面公泽李慧的交往对象 传闻有十川右近 是川海老苍 钟田英寿等人 但据说都因为公泽光子的反对而分手 公泽光子不允许女儿自由选择恋爱对象 只让她和自己选择的人交往 即便那个人已经是有父之父也无所谓 这看起来很不正常 但如果从公泽光子的角度来看 她更希望女儿在娱乐界有热度和影响力 且能和那些大牌明星保持关系 有传言说公泽李慧曾经和艺人电影戏剧制作人 甚至是有能力的广告公司人有乐界的关系 据说1992年和公泽李慧共同合作方便面广告的北野舞 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他们住在海外的旅馆里 半夜的时候 公泽李慧突然出现在北野舞的房间里 说是我妈妈告诉我的 试经的北野舞婉拒了 说离聚 早点回去睡觉 很明显 公泽光子想要女儿 枕营业 这是日本演艺圈的书语 意思是用肉体来换取上位的机会 难以想象 居然是一个妈妈能做出来的事 一位娱乐记者说 公泽光子很乐于见到自己的女儿 和各种一流男艺人迂会 他认为只有和一流男人迂会 才能成为一流的女人 也可以说 公泽光子强行把自己的欲望 投射在公泽李慧身上 强迫她变得漂亮 有野心以及有钱 因为母亲的肆意妄为 导致公泽李慧丑闻缠身 1996年1月 公泽李慧和母亲公泽光子 一起去美国洛杉矶 治疗神经性验识症 然而 等到他们回日本的时候 不像以往被数不清的美光灯包围 现在却几乎没有了 据悉是因为公泽光子太过明目张胆了 被他利用的艺人数不胜数 包括牧村妥灾和北野武等知名艺人 都深受其害 这就让很多人不敢靠近了 另一方面 公泽李慧在和中村看三郎出回事件后 曾经企图轻生 看起来十分危险 公泽李慧一个人的时候 也很少有一人靠近的 据说中村看三郎 后来还警告了 当时正在和公泽李慧约会的是川海老藏 或许这也是后者和公泽李慧分手的原因之一 在后来 35岁的公泽李慧突然宣布即将结婚 称结婚对象只是一个普通人 后来被扒出 对方应该是前职业冲浪运动员 中金红支 新闻爆出的时候 公泽李慧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据说住在巴黎的公泽光子 听说李慧怀孕的新闻后 马上飞回来 阻止女儿结婚 但是公泽李慧已经怀孕六个月 是不可能躲胎的 虽然不顾妈妈的反对结婚了 但是公泽李慧的这段婚姻 只维持了几年就结束了 不过 这一次 公泽李慧可以选择和自己喜欢的对象 结婚生子 无论结果如何 都代表他摆脱了公泽光子的掌控 开始自己选择未来的道路了 所以 一切都是值得的 2014年 公泽李慧的妈妈公泽光子去世 享年65岁 她的死讯一时间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公泽光子死于肝脏肿瘤 公泽李慧尊重妈妈的意愿 最后的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 她一直在旁照顾她 直到某天早晨 她刻然尝试 在妈妈去世后 公泽李慧继续以演员的身份 活跃在演艺圈里 她凭借《纸之乐》和《滚烫的爱》 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主演的《人间诗格》 也获得了最佳女主角提名 2018年 公泽李慧和森田刚宣布结婚 两人还一起成立了共同工作室 从家庭到事业 完全绑定在了一起 公泽李慧现在已经是一名成功且独立的女演员了 告别了过去的种种之骨 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她的自由来得很迟 却还是得到了 祝福她 王涼